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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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长小小 就是坐这辆车离开不久了 不过 那天有点晚了 我也慌慌张张的 没拍清楚 够清楚的了 你能看清车里的人 长什么样啊 看不清 但我认识这辆车 小姐 你真漂亮 好看吗 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真的 那我可买了啊 你 这个月州人啊 是我之前公司的知数领导 属于项目的头 在公司已经很长时间了 我一人很低调 数据形象也不错 听说他老婆孩子 早就蹭蹭没过去很多年了 那你觉得 他跟当年的事有关系吗 他没有直接参与当年的项目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我只是很奇怪 他怎么会跟长小霞认识 那还不简单啊 明天你一上班 直接问他不办了吗 你不知不得轻松 他只能说俩 有些人要健康 我也是旨意 那些不摩基很小的 你没想到鬼头 你不得快 你不觉得不有发展 你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你不得了 坐 志军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怎么样 潘教授说 各项指标都借鉴正常 这就是说 你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 太好了 老天终于开眼了 不好意思 我失态了 没关系 志军恢复得这么快 也有你照顾的功劳 这是应该的 红梅小姐 我派车送你回去 不用了 谢谢 不必客气 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 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见 那我先告辞了 爸 谢谢你 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 你是我的儿子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坐下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什么事儿 你还记得郑慧珠吗 郑慧珠是 郑和西会上家里的小女儿 小学的时候你们是同学 我记得 胖胖的 她怎么 现在可不是胖丫头了 是吗 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 真是女大师八变 一点都看不出以前的样子 她现在在英国读书 等你身体再恢复一些 我通知她回来一趟 你们见一面 为什么 为什么要和她见面 我跟郑慧珠 都认为你们两个很般配啊 爸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您还包办婚姻呢 您还有这种想法 你还包办婚姻呢 慧珠可是很漂亮啊 爸 不管她长得多漂亮 我心里有别人了 您还记得我刚回家的时候 您问过我在中国办婚礼的事吗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们两个并不合适吗 是 她叫陆安娜 我发现我自己得病了 我不想要连累她 所以我骗了她 说我自己在那艘船上 我后来才知道 她带着我的照片 一个人举行了婚礼 结婚这么大的事 岂能这么浪帅呢 再说你没有参加婚礼 就算不得结婚了 那并不影响你跟郑慧珠的结合 爸 我为什么要接受潘教授的治疗方法 我知道她还没有临床 也很冒险 但我还是接受了 唯一的原因 就是为了我的中国爱人 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地救你 因为你是我儿子 也因为郑家跟我们遇到了 同样的金融方面的麻烦 你跟郑家小姐的结合 是我们两家的期待 反正 反正 除了安娜 我不会接触任何人 哥 哥 下面怎么办啊 你到底想好没有啊 你有什么想法 我 我肯定听你的呀 咱们现在既然知道了 常小霞和你们岳主人的关系 那再调查下去 应该就不能了吧 比方说 你知不知道你们岳主人住哪儿 知道 他现在不是已经把老婆和孩子 送出国了吗 那说不定 现在就和常小霞同居了 你告诉我地方 我去盯着 可就算知道他们同居 又能怎么样 至少咱手里多了一个把柄啊 万一将来他们还撕破领呢 你这么做 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 就目前来看 岳主人在公司的地位比我高 我一个人斗不过他 找女朋友呗 他妈是公司大老板 你别不好意思了 现在做什么都讲关系 你有这么厉害的关系 你不用啊 第一 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完成 第二 陆安娜不是我的女朋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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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接着装 新城没几年到学会装了 我从眼神早看出来了 你看他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 怎么就不一样了 怎么就不一样了 那眼神里啊 充满了深情 休息睡 你 你 少爷在中国的情况 你都知道吗 回程 他在中国有一个爱人叫陆安娜 你知道吗 知道 他们已经不来往了 我在跟他谈起正家姑娘的事 被他一口回去了 他说病好以后 要回到中国 那个叫安娜的中国女人 还在等着她呢 还有那个陪着少爷的女人 和少爷到底是什么关系 让你差了这么久 一直都没给我个答复 他们都聊了些什么 你知道吗 不能再放任他们继续下去了 给我全面监视少爷 我真没想到 我以为这次爸为我治疗是为我好 原来他是利用我 满足他商业上的利益 没想到他还是老样子 对 他依然没有变 我明确跟他说了 出来安娜我谁都不会去的 但你不听他的安排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管 进来 对不起少爷 我来维修空调 我的空调没有问题啊 我清理一下 检查一下分道 好吧 老二 老二 我现在已经能收到信号了 对对对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对着话筒说了 你尝尝自己啊 注意安全 走 好 能听清楚吗 能听 能听清楚 少爷 空调被换完了 不论他们说的什么话 都要详细记住下来 会长要看呢 放心 我是专业的 把这个调大点 现在都接好了吧 嗯 海强公司以次充好 使用劣质产品 盗用其他品牌 现在宣判 海强公司 和海运公司的合约 不效 副总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在这个时候 让余晴抓到把柄 你们怎么还会 给我闭嘴 对 我是带着县务进这个公司的 现在你们等于是 把这个社会给你都没了 我们公司都快被罚破产了 这还不是你们自己 都出来的事情 你有完没完 给我滚出去 好啊 胡佳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这么说话怎么了 我现在特别烦你 出去 行 你给我等着 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啊 是啊 我以为是我自己觉得热 开着空调 感觉不起作用啊 真的不治癢 我打电话给他们吧 空调出的是热风 喂 我房间空调不治冷了 你派人赶紧来检查一下 赶紧去看看 好 别一会儿被发现了 工具箱戴上 是开着的呀 听说你们这里空调有问题 我是来维修空调的 哦 好 现在试一下凉不凉 哦 可以了 怎么回事啊 啊 少爷 刚刚治冷的线路有问题 所以是个 中风不治冷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去 我以为刚刚是我自己觉得热 以为是那个药的作用 发热了 又是谁啊 好 少爷 我们来修空调 我 已经修好了 修好了 你们修的 你们的人修好的 当然 怎么回事 来 进来吧 金律师 有事吗 我没事瞎转转 来看看你 请坐 今天怎么样 今天挺好的 一天比一天好 你的父亲也怕得你早点好起来 他应该是怕我死了 没办法跟郑家联姻吧 损失他事业上的利益 你不要这么想 他是真心地希望 拯救你的生命 我之前 躺在病床上还在想 父亲变了 变得我都已经不认识他了 一提到郑家 一切美好的感觉 仿佛 回到了从前 我好像看到了当年母亲 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 你要理解你的父亲 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家族 少爷 据说今天的空调坏了 不知道修好没有 修好了 你可要仔细看看啊 早点休息吧 好 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吧 听说你们这里空调有问题 我是来维修空调的 来 好 少爷 我们来修空调 已经修好了 好 早点休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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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啊 你来了 吃饭了没啊 整天待在房间里挺闷的 你等一下下去 陪我溜达一圈吧 好啊 哥 你说是谁想监听你 是金律师吗 还是金律师提醒我的 肯定是我爸找人看的 你爸爸在怀疑 想通过窃听查清我的身份 大概同时也是监视你 你怎么知道 他在调查你 后来他好像没有再问过你的事情 金律师也没有问过 他们好像相信了你是我同学 我还是觉得 跟我爸爸说的 要我跟郑家联姻的事情有关 他怕我逃跑 或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也许他两个目的都有吧 太过分了 把我当犯人 可你说我们现在能怎么办呢 我们能不能逃出去 想办法跑掉 我还没有完全恢复 怎么能跑 你现在是跑不了 那等你恢复以后呢 你又不是没跑过 进来 头 有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来找你 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找我 找我干吗 他没说 这是他的名片 头 这位是影视机的孙军导演 孙冬您好 你好 你好 那请坐 好 倒杯水 好的 不知孙冬找我有何贵干 我女儿啊 给我推荐了一篇 你们杂志社的纪实小说 我看了 非常感兴趣 我们公司也很感兴趣 我来是想买下半全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篇 对你说永别 就是那一篇 写中国姑娘 与外国帅哥的跨国恋的故事吧 对对对 就是这篇 这一篇 其他的您没看上吗 我就是冲着这篇 纪实小说来的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孙导 请 好 谢谢 来 喝咖啡 其实上午有另外一家 影业公司的人来 也是在跟我谈 这篇小说的版权问题 你答应他们了 口头答应了 口头答应 那不算答应 他们出多少钱 这不是钱的问题 这 这 肯定是钱的问题 可是这个版权费 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几万 这不是几万块钱的问题 十万 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十万 你开心吗 这事还真麻烦了 我得去找对方谈一谈 那就好 还有 这个作者是你们这儿的吧 是啊 当然是 当然 我看了 我看了 前后啊 不是一个人写的 我想用 开始几期的那个作者 做这个戏的编剧 做这个戏的编剧 那个作者 他现在有一点事 暂时离开公司了 可是写后面那几集的人都在 那就算了 我还是觉得 写前几期的那个作者好 他不是你们这儿的吗 你把他叫回来 我们的稿费 我们的编剧费 可是比较多的 那编剧的合同 你们可以跟我们杂志舍签吗 只要是这个作者 可以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期的插图特别好 和主题非常配 最近哥雅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他也真是的 走了以后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知道他在哪吗 不知道 你们关系这么好 我说了我不知道 头儿 头儿 干什么 我知道哥雅在那上班 帮你 帮你 怎么样 很紧 是吗 那我们要大一码 没事 哥雅 你怎么在这儿 欢迎光临 请随便看看 店长 来了位客人 你接待一下 你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 我随便看看 好的 那有什么需要请您及时叫我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哥雅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吗 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在这种地方工作 你跟我合杂志社吧 我在这儿挺好的 你是不是因为罗安娜 我可以让他回家 反正他也不在乎这份工资 别 你千万别这样 你要这样的话 我更回不去了 那这样吧 你不用去办公室上班 你就在家工作 这总可以了吧 我已经错过一次了 不想离错再错 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 就是为了罗安娜说的那些话吗 我跟你说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把你当成朋友 如果她把你当成朋友 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你计较 她心里没有你 这件事我谁都不能怪 要怪只能怪自己 格雅 现在是上班时间 有什么事下班回家再说去 好的 我马上回来 好 我先回去上班了 你再考虑考虑 我先回去上班了 谢谢 来 谢谢 这大白天的 不干活 人也找不着 闹半天跑这儿睡大觉来了 这不行 昨天晚上加班干着 又加班 这不跟海强公司解约了吧 一大堆文件要处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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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啊 除了余总交代的功课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 影响你休息啊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上班时间睡觉影响不好 这也就是让我看见了 要是别人看见的 要是别人看见的 我知道了 工作嘛 你得讲究个劳益结合 是不是 今天晚上有事吗 今天晚上应该没事了 那好 晚上要没事我请你吃饭 你请我吃饭 对啊 你现在是余总的助理 前途无量啊 那我可不得好好的把你把力量啊 您这么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就这么定 这不太合适了 你看 今天是 踏踏实实的 一会儿呢 我把门插上 不让别人打交你的美梦 等你啊 我记着没装错啊 那你什么意思呀 没装错怎么两只都是右脚呀 把你们店长叫来 店长呢 哪位是店长 我在你们这儿买双鞋 拿回去一看是一顺的 我还让我朋友来看 我这面子可丢大发了 店长 我记得他拿走的时候是一双 要你这么说是我讹你啊 这位女士您别生气 实在不好意思 由于我们的失误 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就给您换一双 换一双就完了 我给您打个折吧 你今天就是白送我都不行 那您什么意思呀 明明是你错了还不承认 你这个态度我非常不满意 对不起 现在知道错了 行吧 把你们进一觉来 看这事怎么解决 来 演得不错啊 幸福你了 给 你的钱 结果怎么样 茉莉啊 你跟她想过你到底多大的酬量 我刚刚可是咬着后糙牙 再说出那么恶毒的话呢 别装什么善男性女了 你完全是本色出演的 你羡慕杀驴是吗 说实话呀 那小姑娘真挺冤的 我看她可怜巴巴那样 好几次我都想撤了 你懂什么 我都是为了她好 经理 这客人当初拿的肯定是没有错的 你不用强词夺理 你被开除了 好 您好 请信 谢谢 谢谢 祝您用餐愉快 好 来吧 还有别人吗 今天就我请你啊 一会儿啊 你嫂子也过来 嫂子 我听说夫人不是在美国吗 回来了 一会儿啊 你见着就知道了 好 来来来 今天呢 我点了几样菜 也不知道是不是渴你的口 那个酒呢咱们也喝着 我给你倒酒 就不喝酒了吧 哪哪行的 不喝酒哪行的 不靠你啊 这个酒 可是我珍藏了好多年的 好酒 我开车来的 开车怎么了 我也开车了 一会儿找个代价不就行了 来来来 你今天真的是太客气了 走 你看你说的 来 走走走走 别闻啊 别闻啊 其实呢 我今天请你来呀 就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你看咱们俩啊 上下集这么多年了 这心里话 说得还真少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我老月 就是想掏心窝子 给你说几句心里话 您说 你还记得 当初你来公司的时候 我为什么把你弄到我的手下 我听说 是您亲自点名要的吗 没错 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你小子 是个原则 现在看起来 我这俩也没看错 过去哥了 行了 咱不说这道客套话了 其实吧 我想告诉你啊 我把你招的我手下 还有一个原因 是吗 什么原因 你老家是浦江的 是啊 是啊 这就是我招你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因为我老家是浦江的 没错 我对浦江印象非常好 而且 对那儿也很有感情 原来啊 咱们公司在那儿有一个项目 叫临江仙境 就在浦江 当时呢 那个项目不归我管 我只是在前期考察的时候 去过几次 也就是这几次 让我见识了 当地的风土人情 锦绣风光 当然了 也就是这几次吧 我认识了一位 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非常重要的人 对于你 对于我来说 ANYONE 凌凡 霞姐 喂 头儿 喂 哥呀 你在哪儿呢 我 在家呢 我就在你家对面的那个咖啡店 你过来坐坐吧 我说错了 我不在家 我在外边呢 那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要不这样 咱俩快吃饭吧 不用 我吃过了 我现在有事 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见面聊聊 不是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 我想跟你聊聊你的新工作 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了 新工作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格雅 你这是何必呢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现在外面不好混 你还是回杂志社来吧 你要是回来了 我 我 我给你加工资 你看行吗 不用了 头儿 我谢谢你的好意 我现在处理点事啊 先不跟你说了 来 吃饭 来 吃饭 再干一个 来 我来 谢谢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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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我来 谢谢你 叶婉 你看 今天你哥 把心里话都跟你说了 是吧 你呢 也给我们湿底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样 挺好的呀 不是这方面的 那是什么 你觉得我老月这辈子算成功了 当然算成功了 您在公司是高管 身份高 地位高 还有股份 您还有个儿子在美国读书 还有您爱人 还有霞姐这样的红颜知己 我可不是她的什么红颜知己 你可平凡说得对 知己 就是红颜知己 平凡啊 真的 我不怕你笑 我觉得我老月这辈子挺失败的 失败 为什么 我总觉得吧 我信任的人 我信任的人 他不信任我 是吗 谁啊 傻巴唧的 你还让我把话说才明白吗 今儿再做的没有外人 咱就把话说透透 其实就是你 是 好 承认就好 这说明啊 咱哥俩的关系 还是有彼此信任的基础 不过我想问你一句 你这查了一个六够 有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我老月 在这个浦江这个烂身上 有瓜葛 没有 没有 还没有什么这些证据 就是吧 在浦江这个项目上 我就是走马观花 是吧 随便的就看了一看 这小霞都知道吗 当时我爸拉我去做接待 岳大主任啊 什么正事都不干 眼珠子就围绕着我转 你们男人啊 都是一路货色 当着平凡怎么能说这种话 注意 注意点 注意点 接吗 没事 岳主任 您今天请我吃饭 就是为了告诉我 临江先进补偿款的事 跟您没关系是吗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啊 废话咱都不说了 是吧 哥哥就想问你一句 你要是信得过我 咱就把这杯酒干了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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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